這個未來這個10月1號 歐盟CBAM接軌的時候呢 產業會面臨的一些衝擊 那我個人是主張就是說 這個碳稅整併貨戶稅跟印花稅 這樣子的話 碳費比碳費更能夠接軌 快速接軌CBAM 這是我個人的主張 那當然就是說也聽聽看 今天業界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也高興說請中委員在這邊 跟大家也一起聽聽看 就是說你們有什麼樣的意見 最流行的業界一句話就是碳焦率 事實上在2050近年碳排的目標之下 全球為了因應氣候變遷 都開始採取積極的作為 這當中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科技的手段 一個是經濟的手段 那在科技的手段 為了減少碳排放 那我們怎麼樣用科學的工具 甚至科技的技術 包括引進向氫之類的新能源 不管是在工業製造 還是運輸 還是發電方面 盡量減少碳排 甚至是無碳排放